男主角 男主角 今年才20岁的马杰森 2020年被中华职棒棒球大联盟乐田桃源队选为第一指名球员 光光以480万签约金迁入球队 不过球季开打还不到一个月就被下放到2G 不过球季开打还不到一个月就被吓放到2G 后来又回来 他然后音箱又被下放 或许就是这样才因祸得苦 有时间和林箱好好包爱哦 8月6号晚间8点时 两人在林箱板桥租屋处附近买饮料 轻便打扮穿着拖鞋 朋友交往很久的感觉 拿到饮料后的这个动作 各论坛坊间传说中等小道消息的温箱下马CP 拍板定案 是马杰森 想哭的各位啊 日升值的话我推雨月花了啊 接着啊 两人走进附近一间日式的居酒屋吃饭 晚间9点半左右 吃饱喝足的温箱下马CP 才步行散步回到林箱住屋处 不过和林箱一直以来大方从正门口回家没干 这次跟马杰森刻意绕到社区的后门 就见马杰森拿着磁扣熟门熟入的走在林箱前面 接着感应要开门进去 宛如男主人一般 再来的晚上凌晨 都未见两人离开哦 谈起马杰森与林箱结缘 应该从两人合拍广告开始 当时球队和通讯行业者合作 找来年轻帅气的马杰森 担任男主角和乐天女孩们共拍广告 当时整个过程让马杰森害羞不已 趁自己知道众女生都泡在水里遮住重要的地方 才敢踏进浴室 哇哦好纯情啊 交往后两人时不时也在社区敲门放闪 加油大气应援明显哦 其实根据消息 林箱和马杰森交往的事情 几乎拉拉队员和球员们也都低调的知道 甚至还有男性工作人员为此愤愤不平 马杰森你平什么啊 虽然乐天球团确实有规定女孩们尽量不要交男朋友 尤其不能跟球员 但乐天拉拉队员们 斯沃尔边风规定看一看就好 一对接着一对 怎么样呢 而林箱最著名的恋情 就是和号称无法跟女友发生关系的孙生交往 因为他觉得这是在惩罚人家 某种程度上孙生讲的也没错 表示林箱改编他很多 也是最让自己接近正常人的一次 不过女方似乎觉得不够不够啊 这个不够不够到底是哪里不够呢 林箱虽然是许多人的女神 但私下却是恋爱的渣男吸引机 不是有暴力倾向的机车男 就是外头下面吃饱饱 家里给你爱抱抱的惯性劈腿男 他也总是傻傻地相信自己是特别的存在 如今林箱身价早已水涨船高 除了台湾 香港还红到了日本 也算是事业爱情都很得意啊 恭喜恭喜 恭喜